目前中国的合资汽车品牌 可以说是在整个汽车市场如果如图 占据了很多人的车库 那么作为最早进入 中国的汽车大众来说 在中国有两个合资企业 上汽大众和一汽大众 这两个企业差别到底在哪呢 老司机表示 就是一个壮如虎 一个病如猫的差距 首先从成立时间上来看 上汽大众成立于1984年 一汽大众成立于1991年 所以就以进入中国的时间来看 貌似上汽大众占得了先机 毕竟很多时候先到先得是很有用的 可是 一汽大众的发展并不受到阻碍 甚至才刚成立就拿到手了 比上汽大众更多的合作 作为国有企业的一汽 在大气粗 在合资车的争夺方面 也拿到了更多的汽车款式使用权 比如一汽大众的速腾 麦腾等等都是上汽大众没有的 其次 从技术层面来说 上汽大众在研发方面更加成熟 其下车型依靠的是设计理念 比如大众桑塔纳 保罗 大众图官 图王等等都取得了很不错的市场口碑 所以就单纯的从技术研发和设计领域来说 上汽大众更加成熟 第三 汽车的质量问题 大众汽车虽然多多少少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但是从根本上来讲 上汽大众和一汽大众所使用的汽车平台 并不是一个平台 所以也有很多老司机表示 在汽车的耐用度方面 上汽大众壮如虎 而一汽大众则命如猫 从整体来看 一汽大众有绝对的话语权 这家合资公司运用的技术 大多来自于德国的总部 而且对总部的一套管理制度 都是直接拿过来就使用的 所以根本上来说 大众汽车还是很不错的 当然 两者如今在 中国市场的影响力都是非常大 汽车型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并不能单方面的给出个熟腔熟弱 况且买车关键的 看自己适合 主要买对了一切都好说